兒童醫院 目前最新的後續怎麼樣 交給作恆 好 沒有錯 剛剛提到說 在基輔的一家兒童醫院 是遭到了俄羅斯軍隊的空襲 那麼目前當然 對烏克蘭來講 這是一個震撼 但也是一個非常哀傷的消息 所以烏克蘭是降了半期 來對這些罹難者哀悼 而同時其實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 他也是再度的來喊話了 他就提到說 這是在凌晨的時間 所以很多人 其實都還在睡夢當中 那麼有40多枚的飛彈 襲擊了城鎮 也造成數十人罹難 而這個醫院的主體 還在修復當中 但是這家醫院 叫做奧瑪迪特醫院的病患 已經是轉移了 但是在這個空襲的當下 有600多名 627名的兒童 還在醫院當中 所以他也呼籲了 就這個事件來講 盟國你應該要注意到的 是加強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他也同時在參加北約的峰會的時候 再度的借機喊話了 而現在這起事件 也讓UN的人豆主義事務助理 來出來喊了 他說攻擊醫院 其實已經是戰爭罪了 必須要來追究 那系統性的攻擊醫療 以及民間設施 都令人相當擔憂 更擔憂的是 這次的事件恐怕只是很多起的案件當中的其中一部分 好的 謝謝左衡 但其實俄羅斯到現在還沒有承認他們炮轟了基輔的兒童醫院 導致烏克蘭已經開始出動無人機來展開報復 頭上是無人機呼嘯而過 耳邊又不時傳來爆炸與槍聲 烏克蘭東北部哈爾科夫的第三突擊旅士兵 正在地毯式搜索 找到俄軍戰壕就一網打盡 最危險的是 俄軍將TNT炸藥埋得非常隱蔽 稍有不慎恐怕被炸飛 遠處敵人也留一手 防止有漏網污軍幸存 不過螳螂捕蟾 黃雀在後 遠處第三突擊旅的無人機小組 出動自殺無人機 避開友軍直闖俄軍戰壕 聽到飛機的敵人都藏在敵人 但你不能把3kg的敵人藏在3kg 高爆炸的兵器 特別設定製造成敵人 不遠處 烏軍又發現 還有俄軍裝備戰鬥車前去支援 而且就快突破接觸線 馬上再派自殺無人機阻擋 20秒到目標 無人機小組出動後 很快就找到俄軍其中一個據點 傳來畫面顯示目標窗戶都被沙包擋住 於是烏軍選擇先炸掉屋頂 再用空爆燃燒彈給俄軍最後一擊 烏克蘭媒體表示 俄軍現在每天損失250名士兵死傷慘重 所以又開始打起監獄囚犯和移民的注意 無軍無人機攻勢似乎不止在前線 這裡是俄羅斯西南部的福爾加格勒 和羅斯托夫地區 烏克蘭在週二又出動數十架無人機 轟炸當地兩座變電站和一座儲油槽 也在靠近烏俄邊境的貝爾哥洛德攻擊民宅 造成一絲兩傷 這部攻擊也被視為是在報復週一 基辅兒童醫院遭到俄羅斯飛彈轟炸 烏克蘭以及聯合國提出照片證據指控 元凶就是俄羅斯的巡弋飛彈 這款巡弋飛彈先前曾傳出配備反制系統 可以誤導烏克蘭防空系統 然後突破防御網攻擊鎖定目標 不過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涅班奇亞 秀給記者看QR馬 表示連結過去 就會看到是烏克蘭防空飛彈 自己擊中醫院的證據影片 北約峰會在美國華府登場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呼籲成員國 不惜一切代價繼續軍援烏克蘭 也簽署一項價值7億美元的刺針飛彈生產合約 希望提升成員國武器儲備量 繼續幫助烏克蘭對抗俄軍攻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還要關心的是印度總理莫迪 五年來首度出訪俄羅斯 並且和普清會談 那坐橫大家很關注 他們到底談了什麼 確實這個是睽違五年 也就是相隔滿長一段的時間 終於在8號 9號 印度總理莫迪 他是來訪問了俄羅斯 我們也提到說在裡頭當然也就經濟 教育 甚至是國防的議題 雙邊說要來加強合作 在俄羅斯的方面 發言人就強調說 兩國的會談沒有出現分歧 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就看到 其實在訪問的期間 印度的總理莫迪 他也有聽聞到 有關於我們剛剛講到 上市基輔醫院 這些遭到轟炸的事件 他就再度的強調說實現和平 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在戰場上要通往和平 其實這樣的方案 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只是或許也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所以他其實你注意到 剛剛講的這段話 只有表達關切 並沒有直接的批評俄羅斯 而雙方也強調說 和平解決俄烏戰爭的問題 就是要在俄烏兩國的共同參與下 透過外交的途徑來找方法 只是雙方訪問的時間 剛好是入侵烏克蘭 造成俄羅斯和歐美矛盾升級 以及北約峰會舉行的時候 這個舉動也是希望 要對歐美來施壓 而戰爭目前是還在持續當中 美國還是會繼續提供烏克蘭軍援嗎 有哪一些內容呢 好 確實現在這個俄烏的戰火 已經是持續了兩年半左右的時間了 在這麼長的時間 雙方就是比誰的後援來得及跟上 現在西方又說要提供 數十套的防空系統 要提供給烏克蘭 其中包含我們看到美國 德國 羅馬尼亞愛國者 以及荷蘭等等義大利 這些防空系統 另外也有一個發佈是說防空系統 美國的方面要提供的是 這幾項的戰術防空系統 而愛國者飛彈 其實就是說它的好處是 防空系統相當的強大 但是它價格當然是比較昂貴的 價格要10億美元 而一枚飛彈則是要400萬美元 可是它可以攔截 80公里以內的彈道飛彈 另外是這個英式防空的飛彈 則是可以摧毀45到50公里的目標 而飛彈速度可以來到2.4馬赫 另外一款是這個挪威的 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 叫做MASAMS 它是保護設施非常好的選擇 烏克蘭在2022年的時候 曾經有獲得兩套這個系統 看完了奧戶戰爭的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也歡迎您掃描這個QR Code 下載TVBS的網的APP 就能夠一手掌握 小朋友努力想把八色小小方塊 做全貓頭鷹